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再次被翻拍成电视剧 有人认为经典难以被复制和超越 而有人认为经典在不同时代可以被演绎成不同的味道 新版的《射雕英雄传》究竟是靠颜值还是靠实力 它们符合您心中对经典人物的期待吗 它们将带给您怎样的武侠世界 今天的演艺群会 我们和新社调的演员一起分享他们心中的武侠梦 北京时间20点05分了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音会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以及北京时间APP旁的网友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 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像刚才我们预告说到的 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新版的《射雕英雄传》这部网剧了 其实电视剧 电视剧 对 在网络上面也有播出 其实我看到说今天有两位演员来到直播间当中 会跟我们来交谈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每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我都看了 听说你是《射雕英雄传》之谜 我应该算是金庸谜 金庸先生的书 还有各种影视作品 其实我基本上都是看全了的 那么你是看全了 不知道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两位主创 他们是不是看全了 他们是不是了解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呢 那我们就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新版《射雕英雄传》当中杨康的扮演者陈兴旭 欢迎兴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在新版《射雕英雄传》中饰演杨康 还有就是这个华征的扮演者戴文问 欢迎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文问 在《射雕英雄传》中饰演华征公主 你听人家刚才 兴旭一张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康的扮演者陈兴旭 哇天啊 就用那种舞台范儿的感觉 怪不得是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表演戏的呢 对 是 戏尘丹田 对 比我们就感觉都到位 你可以让个地儿给人家了 正好你年纪也大了 就是那个你让位吧 但是我主持人这么说话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奇怪 开个玩笑 其实两位都是年轻演员 应该算是第一次丹纲这部剧 大制作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了 对不对 感觉怎么样 好玩吗拍戏 你先说 其实还挺好玩的 而且我是在蒙古部分嘛 所以也触碰到了一些骑马啊 包括还有跟蒙古人一些交谈 学习他们一些蒙古舞之类的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 对 你还挺有挑战的是吧 对对对 挺有挑战 因为我之前也有点怕马 然后通过这次的拍摄 也学会了骑马这个技能 哦 因为在这里解释一下哈 就是两位演员呢 他们的呃非常的年轻 是 对 就是咱们之前说什么九零后的一些当家花旦呢 当家小生 现在已经不是九零后了 多少 九五后 都九五后了 嗯 现在算算多少岁啊 啊 这个七五后算得过来吗 啊 这刚 这刚二十岁 我的天呐 对 真真正正的年轻的一代的新星哈 嗯 呃 特别想了解一下啊 就当时导演找到你们 让你们去扮演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华征也好 或者是杨康也好 这个角色的时候 当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感受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很严格的选角过程是吗 呃 这个兴趣先说 兴趣先说 好 对 其实当时我一直因为有这个同学都会去试镜啊 面试啊 这个新射雕的一些角色 然后同时也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其实很想很想去 因为我之前就看过这个小说 然后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金庸迷 然后她非常非常喜欢射雕 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杨康这个角色 就是苗乔伟老师饰演的那个八三版那个版本 对对对 然后然后就我也会看了一些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然后我就会去 我就我就去当时有这个机会去面试 然后想去见导演说 能不能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角色 争取到这个角色 但是那个当时没有见到导演 然后试了一段戏 后来 我还就以为可能就没戏了 对 然后就回去正常上学 然后突然有一天接到 你来恒定试个庄吧 有门 对然后我就我就去我就就飞过去 特意飞过去 然后去试装 然后就定下来 当时就定了 对 超级动 哇 关键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了 主大主角之一 然后就连导演都没有见着 就定了 定了你 后来去了 去恒电是见到导演 导演和 实际的时候 对 监制 你还记得当时是试了哪段戏吗 试的是 我跟慕念慈 然后其实已经播出了 在那个东方卫视和那个爱奇艺 就那个 那个当时拿着袖鞋 不是比武招亲吗 对 然后对 抢 抢来以后 抢下来以后 然后 有文鞋 没有文鞋 那个没有 那个怎么试啊 然后去还鞋的那一段 哦 对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说这个新社交英雄传 到底说跟这个原版的原著当中 或者说咱们说经典的83版 当然83年你们还 离出生还挺远的 这个 还有12年吧 对 包括之前还有各种版本的 就是什么周迅版本的呀 等等等等 都会做一个比较 之前你们有看过 就是前几版的社交英雄传吗 尤其是电视剧 因为电影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改编 尤其是这个电视剧的 这些社交英雄传的版本 你们都看过吗 多多少都看了 了解 了解一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们看过原著吗 金庸老师的这部原著 原著我是没有看过 我是把之前的几版的社交 恶补了一下 然后通过自己的感觉 然后凭自己的理解 然后饰演的这个角色 你觉得华正是一个 什么样性格的女孩子呀 我觉得她是一个 真性情的女汉子 像特流行女汉子是吗 是 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给你特别符合 你生活当中也是汉子呀 不是 人家是陆女子 可是我就是看这个网友的评价 很多人说您是这个 史上最可爱的华正 就当时 刚才兴趣讲了 她的这选角过程 就当时导演怎么是 选您演这个华正这个角色 就有点汉子这个角色 可是您的这个外形 不是这个挺可爱的吗 而且就是特别有那种亲和力 对特别的娇弱 你知道吗 就跟女汉子 绝对搭不上边的 对 可能我比较胖吧 你这还叫胖 你让赵爽怎么活 其实赵爽已经号称 我们北京电台 最瘦的女主持人了 你让我们剩下的 一百多位女主持人怎么过 怎么活 来开个玩笑 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问问 其实也是通过微博私信 然后我以为她是骗子 然后我就没有去 后来找到 当时是因为通过微博私信 先跟你联系到的 让你去试镜是吗 对 但其实也是 也是兴趣 兴趣给她介绍的 你终于说到我了 兴趣已经按摩不住 来来来兴趣来说这段故事 好来 没有 当时是我已经进组了 然后那个导演 当时有拍一场戏 然后导演那个过来跟我说 因为一直在找这个 华征的这个角色 然后也是见了 非常非常多的人 然后当时就说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然后当时我就想 我们学校 当时我跟她不是特别熟 但是我见过她的照片 然后因为她是我一届的 我们俩是一届的 我俩是一届的 隔壁班相当于 相当于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 当时我突然就想到她 因为她特别像那个 当时我看着这些 类似于这种草原上的公主的感觉 就特别可爱 特别 因为她的那个 给人第一感觉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非常 额 额 额额额 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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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说是公主 刚才还是娇弱呢 对对对 怎么就额额额呀 对 这王媳妃是吗 是 这个 对 就是 我 我找不一下 额额额 额额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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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 那个可爱 又有那种 那种天真的感觉 然后我就想到她 然后正好 他们那个 导演也会说 哎 有没有这个 也看到她了 然后说 问我要微信 我就 我就把微信 推给她 正好这样 这样一个机会就上了 一试镜 就偶了 对 也是 也正好当时我在横店嘛 然后正好去试装 也试了一段戏 本来也 我也以为跟她一样 就是不了了之了 结果也是过了几天 也是觉得 啊 居然市场了 也是挺激动的 意想不到啊 对 意想不到 但是证明非常合适 真的 兴趣看过金庸的原著吗 其实 我在之前上附中的时候 特别喜欢玄幻类的 因为 就是90后都是这样 修仙 对 就这种那个玄幻奇幻 但是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我母亲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 金庸的小说 然后呢 她说 哎 你看看吧 然后正好 后面不是有这个机会吗 那必须得恶补一下 然后我就 原著大概 因为她很长 我就大概的 就是把她所有的 这个故事线里清楚 然后再看 再补了这几版的 这个电视剧 然后 就稍微明白一些 这个人物的关系 还有她情节的内容 对 所以这个我们发现 就是两位95后的 对 这个新版射雕的扮演者 其实都是跟这个射雕 非常有缘分 因为你知道我说 今天做这个新射雕的一个访谈 有很多我旁边同样是这金庸迷的朋友 都特别的激动 他觉得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然后有出演的一些机会啊 或者说有参与其中任何一个角色的机会 都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对对对 我们再来问问兴趣吧 好 你觉得你身上和杨康有相似之处吗 年龄 都是十几岁 二十岁之间 对 二十岁 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当时 对 这是最相像那个角色的地方了 对 其实杨康这个人 他有点坏啊 是 但是我看了 他应该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坏人 对对 就是所有的坏人 都是因为有原因 所以后来才变坏的呀 其实你想 他命运其实挺坎坷的对吧 之前大富大贵 后来又沦落 然后又追随他的养父 其实你要换现在 就是当然我就不客气的说 换在你们现在九五后的这些年轻人身上 你要遇到了这些命运的变故 我估计你们可能都扛不下来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杨康当时在我的一个分析里面 就是杨康他是一个一争一邪的角色 然后他有着这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因为他生活在那个环境 他的养父 完颜红裂 他是金国人 他也他就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 他在18年间 从未没有就是间断过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 所以他的 他觉得他是对的 他所有的做的任何不择手段 然后未达到目的 这种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他不觉得他有什么错 但是呢 他同时有着最令人一种心疼的一种善良 就是对他的老婆木念词 还有对他的母亲 其实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 他这个性格上面有一些缺陷 但是他的人性是本善的 可是在这个 至少在这个剧当中 有很多人看到杨康这个角色的时候 还是挺恨他 因为跟主角是有冲突的角色 可能很多人都会恨他 对 因为正面角色是郭靖嘛 对吧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爱得不行不行的 看了兴趣版可能就爱得不行不行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在整个外形上 跟杨康也是非常接近的 在小说当中描述他就是非常的风流倜傥 对吧 很帅气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 你自己在剧中的这个形象 你包括浮华道你还满意吗 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因为就是 就是这个我有 我觉得杨康这个角色 是在所有的这个 呃 角色里面 衣服这个 还有发饰的也是最多的 配的最多 我有14套衣服 哦 对 我说 我全聚下来有14套衣服 对 别人都没有 好自豪的感觉 对 别人都没有 而且一般都特华美的 是不是 对对对 特别特别就是 每一个上面那个刺绣 都是一针一针缝上去的 真的是很好看 对 所以刚才您也说了 这个八三版的 苗乔伟扮演的杨康啊 是你心中的一个 经典的形象 那正好他在17年的 这个新社交里面 也有一个角色 就黄上他爸 哦 是黄老邪 哦 对 所以你有跟他沟通交流过吗 说你看我这杨康怎么样啊 是吧 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个你觉得推的怎么样 有交流过吗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然后那个我 每次 因为我和黄药师的戏 非常非常的少 在杨 就是原著力也非常非常少 对对 然后呢 我偶尔有一次记得 黄那个 苗乔伟老师第一次去现场 然后我正好当时在等另外一场戏 然后 我听他们说 黄那个 苗乔伟老师来了 我说啊 是吗 然后我就 他跑到旁边去 然后那个悄悄的 我说 老师 我是杨康 然后我想给您合个影 我是您的小粉丝 然后 然后因为当时没有不认识嘛 对 然后呢 我们正好就合了个影 然后他说 哦 你是杨康啊 然后我们就 后来我们有交流说 然后也会讨论一些杨 就是杨康这样的一个 如何去呈现表达 然后 然后苗乔伟老师也会给我一定的鼓励 对 他会点拨你吗 他会告诉我说 这个杨康 不能说是纯一个坏人的形象 去诠释他 因为杨康这个角色相对立体 对 他有多面性 对 然后也不要把他纯眼的是一个让人就是看着就恶心 看着就恨的不行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你有看过八三版的苗乔伟老师的杨康吗 我当然看过 那时候刷这个 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两眼放光啊 哈哈哈哈 说说放光 因为我真的是苗乔伟老师的粉丝 真实的粉丝 真的 我觉得他 真的他比我帅多了 你们的帅是不一样的 对 他那真的很迷人 真的苗乔伟老师现在依然很迷人 对所以人家说这个就不同时代的人去看不同时代的社调英雄传 就是经典不断的被翻拍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每个时代的审美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吧 所以现在选就是咱们的这个选角可以看出来有很多启用了这个新演员 对 就是很多是大家不是特别熟知的面孔 非常大胆的就被启用了 包括这个郭靖和黄荣 其实也不是之前被咱们熟知的那种 也算是新人演员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华正公主其实是跟她们有一些这个对戏的成分 就是你感觉就这次被改编和你之前看到的说恶补的那些版本来说 就是有一些时代的元素吗 或者说你觉得你们一些新的演员有没有演出一些新的味道来呢 我就添加了很多就是现代当代的元素 无论从演员来说还有镜头方面 就是她的打戏会拍得特别漂亮 给到演员也特别多 会帮助演员很多 而且我觉得旭文跟那个一同包括兴旭 他们都是特别努力的演员 就是在现场上面都会看到他们那个会有做很多的笔记 就在旁边标得特别清楚 包括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也都特别的认真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知道其实很多的演员尤其是老一辈的演员 他们在接到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呢 他们为了能够让自己尽快的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他们都会自己写人物小传 对 你们现在我虽特别好奇就是你们现在都95后的演员了 你们还会沿着老一辈的这个足迹也会自己写人物小传吗 也会写这个东西 你们写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我们俩都是中系的那个就是同一届 同学 对 然后我们我们老师会告诉我们会交给我们说 你们在就读一个新的剧本 不管是任何一种剧本来说都要去分析人物 然后写他的一个人物小传自己的角色 然后其他的角色你也要了解 也要知道他的背景和生平 所以你才能知道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这个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一个硬性的要求在学校里 这是一个基础 所以都会在我们拍戏的过程中对我们也是一种好处 也会我们也会自己去写一些人物小传啊 一些这种呃 这个人物分析角色分析 还有剧本分析的东西 对会对我们有帮助 你自己写着写着过程当中 有没有自己就是突然发现 哎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呢 或者说写着写着自己 你自己在内心就开始矛盾起来了 就开始争斗争斗起来 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或者演不下去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吗 当然会 每一个角色都会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梳理这个东西 一定要把他捋清楚他的他的历史 他的就是生活环境啊 然后还有这种背景 背景对 然后还有他的性格 人物关系 然后这样 每一个捋到时候就发现 哎卡住了 然后再把他疏通 直到觉得OK 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物 是一个先 先活生生的人物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去很好的创作他 所以其实虽然是新生代的演员 但是这个在对这个剧本的研究度上面来说 还是非常的忠于老一代的一些习惯 他还是会把这个理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虽然我们是在演这个人 可是呢 这个人我一定要知道 他的一辈子我们都等于说是过一遍 然后我们再去演这个人 所以说是课班出身嘛 我觉得好处就在这儿 但是呢 我有同时又有一个疑问 因为毕竟两位都是中央戏剧学院 在校表演系的学生 我觉得他可能按通俗来讲 就是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逛的那阶段 文文是学播音主持的 是播音主持的 那可能跟这个表演 还又隔着一层沙 对吧 所以可能就是在自己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有没有缺乏信心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就演不下去了 甚至说开始怀疑自己 包括现场的导演也好 其他的各个部门的同事也好 其他的演员也好 有没有给你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呢 文文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就是人难免都会 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但是后来就是还是放松开了 就大家熟开了之后 就是没有这种压力了 就很快的迅速的 融入到一个环境里面 就自己也会一下找到感觉 那 情绪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演员都会有这个阶段 就是我之前会演过一些东西 然后后来上学了 然后两年也没有拍过什么东西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镜头前 不会表演了 不会去演戏了 然后当我穿上我的衣服 化上我的这个妆 然后一站在镜头前 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还是会演戏的 是这样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然后就加上这些 这些非常优秀的前辈 去给你对戏会去帮助你 他会把你的情绪 真的是那种带起来 对入感 带入感特别的强 真的是有经验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跟哪位前辈 哪一场戏 还印象深刻的 我大多数都是跟 郭静之类的年轻的演员 但是我现在拍的这个 娘道 就是跟月丽娜老师有对手戏 就是有一场戏 是我在监狱里面 然后看着他 他来送我 他演的 饰演的是我娘 然后他两眼 泪汪汪的看着 我的眼泪 刷的就下来了 就是情不自禁的 这种带入感是 对手刺激的 非常强的 对 那可能有的 不负责任的演员 可能这个时候 他就根本不在 可能就对词 就是可能副导演就对词 但是他们那些 老艺术家们 绝对不会 这样的 兴趣呢 有吗 有 当时我记得 我在社交这里面 拍了有一场戏 是在一个 在王府的一个屋子里面 然后当时 就是大概的 戏里面的意思就是 我为了救穆念慈 穆念慈被王爷 就是我的养父 王爷红烈 也关进了这个牢房里面 就是被他的人抓了 然后我要救他 但是当时其实我跟王爷的关系 已经非常微妙了 就是已经挺微妙的 就是他怀疑我是不是 一心向着大金 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 那么一场戏 然后我当时演的时候 我可能感觉 就那天状态不好 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一直都不在状态 就是那场戏的时候 然后当时 钟峰岩老师 就是演那个 王爷红烈的那个扮演者 钟峰岩老师 然后就有一个动作 就他的眼神就真的是 他因为拍的是我 所以机位都是在我身上 然后他的那个眼神 就一直看着我 就非常非常认真 然后当时他说 就是说起来孩子 我已经跪下了 我说我会一心向金 然后他一个搭手 特别有力 就搭上我整个一震 当时那个镜头就被捕捉到了 当时我回来反看 真的是那个感觉 真的我就一抖 因为我心里想的是 怎么就梦念词 并不是那么的想去说 但是我表面上 必须要那么说 然后当时一抖 那个反应特别特别的好 真的是 这就是老演员 就是非常有经验 对 非常有经验的 他如果要不是这样的 给你的这么一个反馈 或者说带你这么一下 你可能就会没有那种 身体上的反应 没有那个下意识的反应 是这样的 对 所以今天两位新生代的演员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一块聊一聊 新版的社交英雄传 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 很多他们的幕后花絮 今天是小娘 刚才咱俩没提 过了小年就是年了 当然咱们广播过大年活动 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在1月24号 明天也就是21号和23号 广播过大年会来 我们的演艺群会 做专题的访谈 那么在21号的访谈过程当中 会有演艺群会的 专属红包送出 就是咱们的摇一摇的活动 也希望朋友们到时候 准时来参加我们的 摇红包的活动 没错 就是在明天晚上的 8点到9点 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好了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个和尚美水吃 马兰花开60年 童年记忆推陈出新 时间森林魔幻呈现 妙趣恒生寓意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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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